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先卸除掉脸上的彩妆 那我因为用的是矿物粉底 所以不用卸妆 等会我可能就是直接洗脸 洗完脸之后就洗澡 然后就来进行夜间的保养 而且它现在因为冬天比较冷了 所以我的保养程序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尤其是因为我异味性皮肤炎的关系 其实到了这个季节 就会开始有一点身体有点肝痒的症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要拍一部 就是冬天版的Go to bed with me 所以可能也顺便分享一下 在这个季节我身体上面所用的东西 好 先洗脸吧 洗面乳的部分我在冬天会习惯挑 就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以氨基酸为肌体的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冬天啊因为我的两颊 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会出油了 所以呢我就不一定每天都会用我的洗脸手法去洗两次脸 既然让肌肤就是维持在一个比较温和清洁的状态 好 洗完脸之后呢 我第一个时间就是在一分钟之内 我在这个季节啊可能就不一定会使用化妆水 如果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 基本上我就会立刻擦上一个乳霜 或者是清爽型的乳霜 我用的是这一罐 TKLAB他们的 他们算是蛮清爽的 对于油性肌肤来讲 在秋冬季节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而且他的抗老功效很厉害 对于我们这个年纪 抗老真的蛮重要的 你们刚才看到就是我一开始先上的一定是两家 因为我两家在秋冬的时候会比较干一点 然后剩下的才往T字部位带 然后我今天呢就是跟朋友去聚成的周年庆 爆炸多人的 你知道我多夸张吗 今天明明就是平日 结果我们竟然在下午三点的时候 我们在聚成里面完全找不到停车位 到底是怎么回事 新竹人都不用上班吗 然后一楼啊保养品的那个地方 人山人海满满的 可以看得出来大概从小资族到贵妇都有 超多的 一副就是那种老公在竹科打拼 然后老婆出来shopping 你知道所以因此啊 新竹有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件 新兴的产业诞生 就前阵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新闻 就是新竹竟然有一个新兴的产业 叫做亲子鉴定 因为有很多竹科的主管 他们就是会怀疑她老婆白天的时候 在家里不知道在 诞生我不知道 也太荒谬了吧 怎么会有这种产业诞生啊 新竹独有 不要欺负我们这些可爱的新竹宅男好吗 好你看喔其实吸收完之后 他就不会有油光了 所以真的在这个季节蛮适合我的 然后其实啊这一罐基本上 就已经可以抵掉眼霜了 因为他的抗老公笑的就还蛮不错的 不过因为我今天跟朋友聚会 真的是笑的有点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我眼角的笑闻有点明显 所以我还会再使用一个眼霜加强 我用的是这一款 它是屈臣式的自由品牌 然后呢它前面也是有这种按摩头 我很喜欢这种眼部的按摩头 不过啊我跟你们说 这一款眼霜对不对 只能够晚上使用 你白天如果要上妆走的话 绝对不要用 因为它起屑起到一个超扯的地步 所以我只会在晚上使用 然后稍微稍加按摩一下 每次按摩到眼睛都觉得好舒服 上一集没想到在眼部按摩的时候 竟然被我们后制做了一个诸教的特效 希望这集它不要再恶搞我 也太爽了吧 然后护线告的部分呢 我最近用的是朵莫利扣他们家的 这一款呢就是买不到 有钱也买不到 它就是只能用他们家的点数换 因为之前我买朵莫利扣一整组嘛 然后我就有蛮多的点数 我就一直很想要换他们家的东西 结果他们家的点数要换东西的时候 必须还要先买一个 就是那八支正或其中一支 至少要一支才能换 它不能免费换 所以我就一直等等等等等 等到我那一整套的精华液 精华液是我最先用完的 所以后来我就直接加买一支精华液 然后那个时候就顺便用点数换了护线告 真的蛮好用的 我自己很喜欢 非常喜欢 它擦完之后它嘴巴不会是猪油嘴 所以男生擦也不会看起来太奇怪 而且像我刚刚讲 在冬天的保养阶段里面 我最重视最重视的就是身体的保持了 然后最近我用的是这一款 Aggario的身体油 他们家是以天然相分 在美国著名的品牌 我第一次接触是在一个国际的饭店里面 因为看到他们合作的品牌就是这一个 然后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品牌 我去查了一下 他们其实蛮多政商名流都在使用的 像是美国第一夫人 以及George Armani的创办人等等的 都是使用他们家的油 好 因为就是异味性皮肤炎 所以我到了秋冬的时候 我的身体就会变得很容易干痒 虽然现在长大有比较稳定一点了啦 可是啊 像是我的肚子 以及我的手臂的内侧 然后还有我的脚的内侧 只要是关节的后面 都很容易就是皮肤变得粗粗糙糙的 干干的 所以在冬天呢 我会特别加强身体的保湿部分 然后因为很多的乳液乳霜 其实对于我在发作干痒的时候 已经不太够用了 一定要用到油或者是膏 对了 当然最严重的地方呢 我会牵插上我朋友给我的 医生朋友给我的药膏 就是可以止痒 不然有时候半夜真的太痒 所以身为成分控 我在挑选身体油的时候 当然里面也一定要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可以舒缓我肝羊发炎的成分 这个里面的大麻子萃取 我就觉得它的舒缓效果非常的好 然后啊 里面的红面包树油也是很厉害 它的保持跟氨化的成分也非常的高 因为它萃取是一种没有很长寿的树 即使是在非常缺水的地方 它这种树都还可以活个五六千年 哦 说到成分 因为既然有搭配了我一些药物了 所以呢 我一定会挑成分非常单纯的 它就非常单纯 它里面就只有四个成分而已 就是红面包树油啊 大麻子油啊 以及荷荷巴油 还有一些橙花精油就这样 四个 那大家也可以加进一般的乳液里面一起使用 去提升滋润度 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直接单纯的上油 我觉得会比较 对我在皮肤炎的时候会更有帮助一些 而且它的橙花香气超疗愈的 如果你是喜欢橙花香味的人 你一定会爆炸爱它 擦完之后躺在床上 哦 够疗愈 身心灵都伤了 好 最后呢 则是补充一下 抗氧化物 之前影片中提及过的 我在吃的 DHC他们家的硫青酸 毕竟这个季节就是要还夏天的债 好冷哦 好 赶快穿回家 好 以上呢 大概这就是我冬天最近每天都一定必做的流程了 希望以上的分享你会喜欢 那我要睡觉咯 晚安 拜拜 哦 对了 记得我们每个礼拜四的超五点发布影片 我是达特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晚安 天哪 你在萤幕里好美哦 真的假的啦 假的啦 像他的眉毛呢 我会把它再画长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边距离还其实蛮大的 你画长一点的话 他的脸会更立体 老师好会讲话 他竟然不是说脸更小 他说脸更立体 因为你的脸就不是小 你不用 好 好